齐思贤是清河镇的首富 银子多得花不完 家里养着上百号下人 吃饭穿衣都有人伺候 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 但他也有烦恼 妻子漂亮是漂亮 可成亲二十多年 并不曾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且性子又凶悍 不许丈夫娶妾 只说他自己能生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可知道夫妻两个都已年近五旬 干瘪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 常言道不孝有三 吾后为大 齐思贤心急如焚 便对妻子放下狠话 要么容他娶妾 要么就拿着修书滚出其家 他妻子自然舍不得锦衣玉食的生活 所以只得含泪妥协 齐思贤求子心切 见障碍已清出 索性一次性娶了几房小妾回来 夜夜耕耘 可过了两三年 还是一颗发芽的种子都没有 这天到了他五十岁寿辰 齐思贤洗漱过后来到静世 这里供奉着宋子娘娘的神像 要说他也挺虔诚的 从四十岁开始 每天早晚都要来拜一次 算算自己已经整整拜了十年 如今头发都没几根黑的了 可没见宋子娘娘有半点回应 齐思贤忍不住跪在地上挨告道 娘娘 弟子终日烧香礼拜 日子也不少了 头也磕得够了 就算弟子前世罪孽深重 注定今生无子 难道娘娘就不能看在 弟子十年前诚的份上 发发慈悲 舍弟子一个孩儿 哪怕吃得聋得也行 话还没说完 早已气不成声 正要放声大哭 又想到今天是自家寿辰 担心不吉利 只得把眼泪硬生生收了回去 抢颜欢笑挨到晚上 寿酒吃了 宾客散去 也不去妻子房里 也不到小妾房里 撇下众人来到书房 关了门衣服也不脱就上床睡了 朦胧中自己又来到静视 白天收回去的眼泪夺眶而出 齐思贤再也抑制不住 放声大哭起来 正哭得伤心 忽听得有人对他说道 不要哭 你命中注定无子 哭也没用 那子嗣又不是糖果 见你哭的兄就递给你两个 齐思贤吃了一惊 左右环顾 没见一个人影 只有那宋子娘娘的神像在眼前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娘娘 方才是你在跟弟子说话吗 宋子娘娘道 正是 齐思贤又惊又喜 自己拜了整整十年 娘娘终于有了回应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问过结果 于是连忙磕了几个想头道 还请娘娘明示 弟子是否注定无子 宋子娘娘道 你利心太重 压榨殿农 为父不仁 子嗣肯定是没有的了 再拜我一百年也没有用 齐思贤一听就慌了 忙道 弟子知罪 请问娘娘 可有什么法子忏悔 宋子娘娘道 有道是有 只怕你做不到 齐思贤忙道 只要能不绝后 弟子什么都愿意做 宋子娘娘道 也罢 既然你诚心悔过 我便点拨你一二 你的罪业因财而起 如今若肯把财散去 又不可被人哄骗 务必让需要的人得到实惠 等到你家产散去十之七八 我保你有后就是了 齐思贤文言大喜道 弟子谨遵法旨 只求娘娘不要失信 说完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 在一抬头时 发现眼前的神像不见了 自己依旧躺在书房里 原来是一场梦 回忆梦中情形 这难道是宋子娘娘显灵 可若是依言忏悔 便要舍去大部分家产 到时候当真生得个孩儿 那倒也罢了 但要是万一只是个梦 岂不是得不偿失 正有些拿不定主意 可转念又一想 若大的家产 反正也没有后人继承 与其死后被旁人瓜分 还不如在自己手里散去 主一打定 次日来到静时跪下拜道 承蒙娘娘教会 弟子当依依遵循 就从今日开始作弃 请娘娘看着 拜完后来到大厅 叫下人召集来 所有店户当面吩咐道 从今以后 你们租粮全部减免五成 先前还有欠的也一律免了 众人一听 只觉难以置信 只待齐思贤叫人拿出先前的欠票 当着大家伙的面一把火烧了 这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一个个忍不住欢呼雀跃 喜不自胜 纷纷败谢不值 齐思贤又吩咐道 以后地方上凡是吃不上饭的 读不起书的 死了没棺材收敛的 老了没人赡养的 都可以来跟我说 只要查实是真 我都会一一周记 若是地方上要修路造桥 兴建学堂 但凡有利于民的事 只要没人假公济私 我都会捐钱资助 劳烦列位各处宣扬一下 自此以后 齐思贤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 不是来秋米下锅 就是来讨一玉寒 又或者是来募款契路修桥 至于那些画园的出家人 乞讨的叫花儿更是一拥而来 数不胜数 齐思贤谨记宋子娘娘的话 不可被人哄骗 所以庄庄渐渐都要反复查证 和查是真才施舍于他 来的虽说大部分都是真穷 但也不乏一些不知廉耻之徒 抱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心理 弄虚作假 齐望蒙混过关 却都被齐思贤揪出来赶走 再不准他们上门 如此行善积得一年多 有个小妾果然害齐喜来 齐思贤喜得眉开眼笑 一有空就守在他身旁 把那小妾当菩萨一般供了起来 地方上都晓得 齐思贤之所以会做善事 完全就是为了求子四 如今见他有了应验 众人便开始狮子大开口起来 起初只要讨得一分几钱便乐不可知 如今一张口 少则论识 多则论百 若是得不到满足 竟甩手而去 看那架势 好像齐家生不生孩子 全要仰仗他们一般 属实可笑 他们这般想 却不知道齐思贤也打起了小算盘 起初散财行善 一来是因为做了那个梦 二来是因为自己无儿无女 钱财留也留不住 如今小妾有了身孕 心里难免愁愁起来 暗自寻思道 不管将来生的是儿是女 终究是我的骨肉 难道不留些财产给他吗 娘娘也是名礼的 既然送个孩儿给我 总不至于叫他以后喝西北风吧 况且 我的家产也散去十之二三 就此收手了吧 想来娘娘也能谅解 从此以后 关了大门 不再施舍 与当初散财时的欢声震天不同 如今誓愿声再道 一些不知感恩的人便纷纷诅咒道 他那孩儿只怕是生不出来 不是小产就是胎死腹中 到那时 只怕奥辉也来不及 人心好可怕 好在这些诅咒并没有应验 等到十月分娩 孩子姑姑坠地 齐思贤守在门外 听得婴儿蛙的一声哭 便连忙大声问道 是男孩还是女孩儿 过得半晌 不见接生婆回答 心里好生狐疑 正要再问 却见一个丫鬟打开门道 接生婆婆请老爷说话 齐思贤跟着丫鬟走进房里 还没开口 那婆子便问道 请问圆外 这个孩子你留还是不留 齐思贤大惊道 你的话好生奇怪 我五十来岁的人了 盼星星盼月亮才得这么个孩儿 岂有不留之理 是男孩还是女孩儿 婆子道 不是儿子 齐思贤道 女儿也好 婆子又道 也不是女儿 这下齐思贤愣住了 我做了一辈子接生婆 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还是请你自己看吧 接生婆说完 把婴儿递给了齐思贤 待他接过后又道 养不养随你 说完竟出门走了 齐思贤抱着孩子 往当步一看 不觉脑子嗡的一声 险些昏厥 只见这婴儿四处嗷不嗷 秃不秃 男女生殖气都没有 简直就是逃出阴阳之外 介乎男女之间 但不管怎样 总不能将他掐死吧 齐思贤把婴儿交给丫鬟 出门来到静视 跪在神像跟前哭诉道 娘娘 是你亲口许弟子的 叫我散财忏悔 保我有后 弟子依言做了 虽然没有完全做到 但也舍去了十之二三 这么多银子 即便舍不得给我个儿子 给个女儿也好啊 为何叫我生出这么个 不阴不阳的东西 当晚 齐思贤又做梦了 梦中 宋子娘娘对他说道 你将就打发我 我也将就打发你 要怪就怪你自己言而无信 齐思贤又跪下来道 娘娘 是弟子失信 弟子知道错了 请问娘娘 可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宋子娘娘道 你若照着我的钱化作 许你的依旧作数 不过你要记住 行善积德 当有始有终 齐思贤还想问得明白些 那宋子娘娘却渐渐消失不见 他心里一急 当即就醒了过来 原来又做梦了 那一年恰逢百年难遇的旱灾 清河镇境内赤地千里 农户颗粒无收 齐思贤便吩咐下去 免了店户当年的租粮 家里没吃的也可以到他家里来领 另外 又吩咐下人在门口搭起棚子 熬州救济鸡民 过的一段时间 鸡民越来越多 仓里的粮食就要消耗殆尽 齐思贤便派人到全国各地高价购买粮食 接连施舍了几个月 就活得鸡民不计其数 他家的家产也耗去了十只五六 到了第二年 清河镇又突然闹起了瘟疫 十人染病 侥幸能活下来的不过两三个 那包皮棺材从一粮一口卖起 最后涨到了五六粮一口 许多人家因卖不起 死去的亲人无法收敛 齐思贤便出资购买了大量木头 找来许多木匠 叫他们日夜赶至棺材施舍 又派人到个处请明医 买药材 请来的医生就养在家中 许以重金 要他们竭力救治病人 这场瘟疫持续了几个月 等平息下来后 齐思贤的家产也所剩无几 说起来 那孩子如今也一岁多了 只是齐思贤这个当爹的 原本心里厌恶 又加上先前忙于震灾 之后又遇到瘟疫 所以自生下来后 还没去看上一眼 抱上一抱 如今得了闲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便准备去看看 才走到小妾房门口 一个丫鬟便急急忙忙的 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里正抱着孩子 见了齐思贤忙道 老爷来得正好 我肚子疼 你先帮我抱一下小少爷 说完将孩子往他手里一塞 转身朝毛侧跑去了 齐思贤低头看着自己的骨肉 见小家伙生得浓眉大眼 鼻指口方 只可惜啊 正敢叹时 突然觉得手上一热 原来是小家伙撒尿了 见丫鬟迟迟未来 孩子又开始哭闹 齐思贤寻思反正是热天 干脆把墙宝解开 不包了 眼睛不自觉地瞄了一眼当步 顿时惊地尖叫起来 起初还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再一细看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道 我有儿子了 快来看 我有儿子了 家人们听到喊声 纷纷来看 一看之下 无不择择撑奇 原来这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长出了小丁丁 得偿所愿的齐思贤 拜谢了宋子娘娘 此后 虽然家境大不如前 但依旧尽其所能的福威济贫 积德行善 那孩子也慢慢长大 一直无病无灾 读书也聪明 十八岁变中了进士 做官后 将齐思贤接到身边一样天年 凡事毕恭毕敬 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